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您看,又到了咱们聊天讲故事的时候了 今天呢,咱们继续聊藏传佛教的故事 前文说,咱们聊到了最乱的一系达赖喇嘛转世 也就是第六系达赖喇嘛转世 这讲故事啊,咱们不能亏心 您说他乱,他乱在哪啊 他是乱在人家教门里边吗 当然不是 从那个五世达赖喇嘛,阿王罗桑加措 哎,这你得记准了啊 这五世达赖喇嘛呀 他叫阿王罗桑加措 那个假的六世达赖喇嘛 他为了自己啊,更贴近这个五世达赖喇嘛 所以他起的法号啊 叫阿王依稀加措 这您可别记混了 一个真一个假 一个是五世真佛 一个是假六世达赖 这五世达赖喇嘛原记 一直到这个苍阳加措 也就是六世达赖喇嘛座床 之间隔了十五年 可是啊,在十五年以前 五世达赖元记的时候 人家格鲁派就遵照达赖喇嘛 转世的遗鬼去寻访到了苍阳加措 所以说呀,虽然坐床仪式晚了十五年 但是这遗鬼是没有毛病的 那乱呢,也就乱在这第八桑杰加措身上 是他隐瞒了达赖喇嘛的云记 为的就是攥住手中的权利 好遗而说了算 这和什么有关呢? 正直 这桑杰加措呀,暗杀拉赖喊 结果呢,没成功 反倒被拉赖喊杀了 拉赖喊立了自己的私生子 这个私生子的名字叫做格桑依稀加措 不伦不类的就在布达拉宫他坐床 那这背后的推手的依然是政治 和说特韩国青海左右两翼的王爷们 他们绝不承认拉赖喊所立的这位新的六世达赖喇嘛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背后还是政治的原因 你这拉赖喊呢 虽然是和说特韩国表面上的国君是大韩 可是原来呀 什么事一直是咱们九家商量着来 现在你策略了达赖喊嘛呀 是你的私生子 你一下子就抓住了整个国民的信仰 所以我们青海的这八蛋王公啊 才不会承认你弟的那个达赖喊嘛呢 这是我们的政治信条 哎,这背后的原因呢 也是政治 所以他们呀才支持拉萨的三大四区秘密寻访 六世达赖喊嘛 那这儿说的六世达赖喊嘛呀 可是那个死鬼 苍阳家措的转世灵东 还是那句话呀 我说书不怕泄谍 中央政府康熙皇帝呀 压错了宝 支持拉赖喊 就承认了他所立的这位六世达赖喊嘛 格桑依稀加措 那他还不是为了 把这拉赖喊呢 捧得高高的 好让这个拉赖喊领导的 和说特韩国 紧密的团结在以康熙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领导下 往上说的能控制这个安多地区的蒙古诸王爷 往下说呀 也能控制康巴藏区 好保持啊 从四川到西藏这条命脉道路的畅通 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呀 那不还是政治吗 就在这短短的几十年当中 看似这藏区上演的是一个格鲁派 因为活佛转世 而上演的纷争大戏 实际上所有的演员全都是背后的政治势力 那么说这故事发展到咱们上文书 算是多少消停了一点 怎么呢 因为呀 这拉赖喊所立的六世达赖喇嘛 在这个布达拉宫坐床 在那好好的当他的活佛 当他的达赖 在康熙皇帝的重压之下呀 这青海诸王公支持三大寺 所找出来的这个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这位格桑家措呀 也被暂时的安置到了这个西海旁边的 格鲁派大寺塔尔寺当中 虽然呢 不能以这个达赖喇嘛的身份 或者是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身份是人 但是也总算是安定了下来 在这受了戒成为了和尚啊 为以后的座床啊 做好了准备 那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 我在这还跟您透个底 这暴风雨要来呀 还不是一股 从北方来的寒流和从南方来的台风啊 还就真有壮盛的那么一天 咱们先说说呀 从南方来的这个台风 这会儿啊 这青海珠王公也好 拉藏寒也好 西藏地方甘丹颇张的地坝也罢 这会儿啊全部敢圆域 为什么呢 因为大伙觉得呀 互相的实力都很均衡 其次呢 后边又有啊 这瞪着眼睛的康熙皇帝 时刻关注这些事情的发展 这会儿大伙啊 都不敢有什么政治动向 更别说什么军事行动了 那有人敢没人敢呢 当然有人敢了 谁胳膊跟着粗谁就敢 谁胳膊跟着粗 康熙啊 这康熙就觉得这么下气啊 不行 藏传佛教格鲁派一支做大 他现在格鲁派呢 俨然就能代表藏传佛教 而他教内呢 又是达赖喇嘛这一系一支独大 那句话说的好 屁股他决定哪的呀 所有这一系列纷争 都是因为达赖喇嘛 屁股底线那张坐垫而引起的 这些政治势力都要把达赖喇嘛 这一个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象征 攥在手里 所以才导致了这两年藏区也好 这青海野霸闹得一个乌烟瘴气 干脆你不是一个人吗 我给你添两笔 于是啊 这康熙皇帝就按自己的意志 给格鲁派所触及的地区啊 分成了四的板块 这第一道下去切的就是魏赖地区 他把这个魏赖分成了前藏和后藏 以雅鲁撒姆江的尼姆河武为界 这前藏呢就是拉萨和山南地区 后藏呢就是日开泽阿里地区 这荷说特韩国建国一史啊 就在这一地区 也就是整个魏赖地区啊 建立了政权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甘丹破章政权 那现在的这一切都有你达赖喇嘛继承 这块归你达赖管 但是后藏不拎了 1713年那年是康熙52年 这康熙皇帝大清朝廷正式册封武士 班臣伯克多罗桑依西贝桑部 为班臣俄尔德尼 那达赖喇嘛这一封号呢 您可以理解为啊 海子大师广阔广大的意思 形容啊福法无边 那班臣俄尔德尼呢 您就可以理解为啊 是宝贝大师或者是宝藏大师 哎就是这个学问呢 无限高的意思 那有好朋友就得问我 说这个呀 人家班臣大师本来就是格鲁派的高僧 他本来呢就和这达赖喇嘛互为师徒 也就是你转世啊 哎是我徒弟 我转世之后是你徒弟 那康熙皇帝这么册封一下子 那也无非就是脱裤子放屁 多添这么一手 这您可真想错了 这康熙皇帝呀 让这个班臣大师以后藏扎实伦布斯为核心 就建立了政权 藏人自己的政权 当然了 理论上啊 是在和射特韩国之下的这么一个藏人政权 你前藏叫什么呀 叫甘丹颇章吧 这后藏的这个政权呢 叫狼马港政权 什么意思 哎 什么意思 可以收税了 完全脱离了达赖所控制的甘丹颇章政权 独立了 正式做到了和达赖喇嘛的平等 那么说信皇教格鲁派的地儿多了 这话咱们得忘钱了 早在1691年 那是康熙皇帝呀 征伐感尔丹之前的事 这末北蒙古吐谢涂寒 和他的弟弟折不尊丹那活佛 受不了这嘎尔丹连年的欺负以及进宫啊 就逃到了漠南盟国 于是康熙皇帝就就识顺势啊 举行了盛大的会盟仪式 把整个漠北盟国就画到了大清的版图 政权这边的吐谢涂寒肯定是受到了册封 哎 那宗教这边呢 这康熙皇帝封哲尊丹巴活佛为大忽涂贺毒 那到现在为止啊 这哲不尊丹巴一系 那已经完全是大清朝廷是康熙皇帝的人了 所以呢 这康熙皇帝这会儿啊 就决定 这漠北所有的格鲁派的宗教事务 全交给植不尊丹巴 糊涂刻涂 哎 那我们说呢 大概的位置就是现在的新疆的东北 以及整个的外蒙 哎 如果按现在地图算呢 还包括不少俄罗斯的土地 还有一些地区呀 很零散 但是很关键 哪啊 就是和黄地区和这个漠南蒙古 这漠南蒙古啊 好理解 呃 就是现在东北的西北一点 以及整个内蒙古 还有呢 这个河北省啊 北边的一小部分地区 那这和黄地区呢 就是这黄河呀和黄水交汇 甘肃清海一带 除此之外啊 还包括这个京城 以及这个东北的格鲁派宗教事务都交给谁呢 清海 郭龙寺的一位大糊涂刻涂 就是著名的张家活佛 康熙皇帝一下子大刀切白菜 就把原来格鲁派这个达赖喇嘛 一支独秀改成了四大宗教板块 那么康熙皇帝这么做 我想啊 在格鲁派内部除了这个 心里有点别扭的达赖喇嘛之外 其他人应该都是拥护的 因为这必定啊 在另一方面讲啊 他也是这个宗派的壮大 那么这些政治势力呢 当然就不愿意了 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能 邪喇嘛一定诸侯 就像和索特韩国的大韩 控制住甘丹颇张政权 也就控制了达赖喇嘛 就能对整个教区有话语权 也不会呢 像苍杰加措一样 身为是这个达赖喇嘛身边的人 利用达赖喇嘛的这个名头 对天下教区发号试料 毫无原则的资助那个草原疯狗卡尔丹 您看呢 今天咱们这书啊 时间上早 可是我也不想说下去了 因为明天那段书啊 需要连贯性 咱们从那个说格鲁派以来 一直是捋着达赖一系 咱们呀再讲故事 可是明天呢 咱们怎么着 也得介绍一下啊 这新上任的三大教区的红衣大喇嘛 哎 这话说出来 我都觉得有点扯 天主教啊 自教皇以下 所有的教区的教主啊 都叫红衣主教 咱们这呢 管人叫红衣喇嘛呀 有点开玩笑的意思 不过这么说 您肯定好理解 就是这些啊 大活佛 大糊涂恶徒 大人波切 咱们 咱们挨着班的捋一下 这班辰 尔尔德尼 哎 哲不尊丹巴 胡特克图 和这张家 活佛 都是怎么来的 然后呢 这世系的结局 又是什么 稿子呀 我是写完了 您别小看明天这集 能不能顺利的播出啊 还是个事 所以说呢 今天呀 咱们把这小片 发出去之后啊 我还得赶紧研究研究 那份稿子 尽量呢 也能正式的 让平台播放 让您看见 我也能拿收益 得了 您辛苦 咱们明儿见